师父你好 栗子给您钱 感恩大师大为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 师父上次有个小姑娘分享说 对于毁荡师父和心音法门 天远天儿已经上报玉帝 待玉帝降止 有位师兄上乡求观世音菩萨 然后他接到一个信息 玉帝出现在佛台前对他开设了几句 请师父见证一下 玉帝已出现在空中地向威严 君皇断旨一展上写 无可道无可说 关于人间诽谤心音法门的那些弟子 时时在我这里接到奏报 因恶有大小 惩罚不同 诽谤法门重罪 陛下地狱受大恶果报 种种刑具上身 痛不欲生 调遷天不应调地地不灵 受完刑法将会将经历各种恶徒轮回 初期甚难 恶因恶报 皆是自己感召 诽谤法门清一些的罪 会有一些衡量 通过由善支持 法门同修劝解 导证 由卢台长法因加持 由恶转善 根据他们新回归法门的时间长短 惩惩惩惩惩也不一样 这些惩处由护法神直接执行 执行的护法神会根据个人姻缘 护法神值班情况 然后具体由谁执行 所以学新英法门要严正自己 归正自己 实时警醒 实时监督 还末法时期一个清流 切记切记 误犯误犯 请师父辞类开示 好像上次已经有人读过了吗 没有吧师父 好像没有是吧 是 好好的念经吧 修行吧 这个我们不说什么 我们就说反正如理如法的事情要做 不如理如法的事情一定会遭到天前的 是 师父 你想想看 你在马路上不要说骂师父了 就是骂一个人都不行 是啊 把你师父把你领进佛门 对你没有这么好 这么没良心的这么骂人 骂人已经是错误了 骂师父没大错呀 就这么简单了 对对 师父您真的是 哎呀太可怜了 师父 我一点都没可怜 我觉得他们太可怜了 嗯 他们要下地狱的人 那我们是上天的人可怜什么 嗯 明白了吗 知道师父 你看师父就是说 他们不修就不修吧 每个法门 师父说过每个法门都是好的 没有缘分 修哪个法门 都是随缘的 但是您不修就不修 但是为什么你要诽谈 你要骂 骂师父 骂我们的爱 哎 这个啊 我告诉你 人到了该倒霉的时候 他做出来事情就会倒霉的 嗯 所以一个人有时候没有办法 你要劝他的话 啊 你要劝他的话 就劝不行 有什么办法 嗯 对不对啊 就像很多 师父 天天在教育 道德教育 法律教育 但是为什么监狱里 为什么这么多人呢 天天叫大家不要贪污腐败 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谈呢 嗯 是师父 教育教育不了的 没办法 好的师父 感恩师父开始 师父啊 有几个问题想问师父 就是说 玉帝开始提问 玉帝一出现在空中 地向灯源 金环断子一展 请问师父 金环断子一展 是否说明玉帝 这篇开示已经 嗯 经过天上审核 马上众护法神就会知晓 然后呢 接续开始执行 惩罚 惩治 诽谤之人的任务呢 师父 嗯 我觉得你问这些 没有太大意义 哦 个人因个人自己造 嗯 没有多大意义 好的 玉帝 好的 玉帝 这个是 是执行天意 很多人 很多人要吃苦头了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 就像很多人 死得进地狱一样 嗯 好了 知道了师父